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伊拉克军方星期六傍晚收到了五架俄罗斯二手战机中的第一架 伊拉克空军准将 安瓦尔·阿明说我们急需这种飞机 这些飞机几天之内也就是未来三到四天就可以执行任务 为部队提供支援 这些喷气战机将在伊拉克空域和美国武装无人机一起行动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 部分无人飞机配备武器主要是为了保护地面部队 因为已经向伊拉克派出了一些军事顾问 他们的任务是在使馆的范围以外地区活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早些时候向伊拉克派出了300名的军事人员 帮助加强伊拉克安全部队 并且协助建立打击逊尼派极端分子的联合作战中心 韩国军方官员说 朝鲜星期天早些时候从东海岸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导弹 那么再次公然挑战联合国禁止朝鲜试射导弹的决议 韩国国防部表示 这两枚飞毛腿级的导弹星期天从朝鲜东海发射 飞行了大约500公里之后 落在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海域 那么这次导弹发射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四访问韩国的前夕 习近平将会晤韩国总统朴景辉 朝鲜经常将试射导弹 作为对来自韩国或者是美国的批评 或者是军事演习的一种回应 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叛乱分子释放了 被关押了一个月的四名欧洲观察员 那么这四个人是一个月前在卢干斯克被扣留的 另外四名在敦涅斯克被扣留的观察员 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获释 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的官员说 八个人身体状况良好 目前仍然不清楚 亲俄分子为什么要扣押他们 欧洲联盟要求分离主义分子 以及支持他们的俄罗斯政府采取行动 缓解东乌克兰危机 否则就要对他们加大制裁 乌克兰总统伯罗申科 星期五宣布将停火延长三天 那么有些反叛分子表示 只要乌克兰军队遵守停火 他们也会遵守 2012年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 发动致命袭击的涉嫌主谋 在华盛顿一家联邦法庭出庭的时候 不承认有罪 在法庭的听证中 卡塔拉赫被正式指控犯有谋杀和恐怖主义罪行 如果罪名成立 他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 政府预计还将提出了 可能将他判处死刑的新的指控 美国特种部队和联邦调查局 六月早些时候在班加西附近 逮捕了卡塔拉赫 卡塔拉赫下星期三将再次出庭 美国指控他是2012年9月11号 袭击班加西美国领馆的主谋 好的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视全球要问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戴着耳朵倾听的访台行程正式结束 费了65年才跨出的这一步 是两岸关系的一大步吗 香港的非正式公投告一段落 港人投票激情令人震撼 中国官媒连篇炮轰 进一步激化中港对立 和平战中的下一步 以及七一大游行已经箭在悬上 重箭如何发 矛盾如何解 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跟台湾中港新闻网 在6月2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赵婉成 谭东宁请假期间由我带你来主持 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要跟大家一块来讨论的就是 张志军的一小步是两岸关系的一大步吗 看国台办主任首度访台 以及公投热潮惹毛北京 官媒激化中港矛盾 那么今天晚上跟我一起来主持的 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嗨 博弈你好 晚上您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晚上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如晚上刚刚所介绍的 在这个张志军的这个四天三夜 在台湾的这个行程当中呢 刚开始是这个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他抱着高度的期待 不过回去的时候呢 似乎并不如他所想象的 画下一个完美的这个据点 那么究竟我们要如何的来看 张志军这一次四天三夜的 这个台湾之行 此外还有今天 这个香港的和平战中投票 在晚上的十点钟就要结束了 那么究竟我们要如何的来看待 这场和这个和平战中的公投呢 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 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呢 是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 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 那么值得注意的 也值得要跟听众朋友们 介绍的呢 就是严建发教授是这一次呢 特别也应邀 与这个张志军 在台北来参训的这个学者之一 所以相信呢 对于张志军这一次来台的 这个整个的观察呢 会有非常低手跟深入的介绍 今天非常的高兴 能够再次的请到 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 严教授您好 博弈好 王城好 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 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晚上成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 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 非常谢谢博弈 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 我们期待有精彩的讨论 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亚太法学院 法学研究院的执行长 孙远昭先生 孙远 欢迎您 您好 谢谢 好 我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跟观众朋友 我们非常欢迎您直接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您开通 您可以向两位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中国大陆的听众跟观众 请您拨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 请您拨打00-801-148-940 好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 今天上半场的讨论了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历史性的访台结束了 张志军此行落实了 跟台湾陆委会主委 王玉琪的王张慧父皇 并且在两岸的两会 附设机构的人道探视权方面 达成共识 此外 台湾政府跟民进党 一再向他提出 台湾2300万人的利益和意志 张志军则回应说 大陆也尊重台湾民众 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 价值理念跟生活方式 张志军避开台北市 跨过执政党 深入地方跟民间 并且主动接触在野党 不过呢 所到之处 各种反中的抗议声音 如影随形 张志军的坐车 遭到抗议者颇白漆 张志军首日入住的饭店 还发生了跟抗议者 有关的所谓破门事件 中国官方把张志军 这次访台形容为 带着耳朵的倾听之旅 那么张志军的台湾之行 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他的访台这一小步 是两岸关系的一大步吗 还有台湾的民众 给张志军带来 什么样的民主震撼呢 这么多的问题呢 我们都要一一来进行讨论 首先我想请教 在华正人现场的孙远兆先生 孙先生这次张志军 他是以国台办主任 这个官方的身份来的 那么见到了王玉琪 王玉琪他是陆委会的主委 我们知道国台办 还有陆委会 都是官方的机构 那么两个官方机构的负责人 正式的见面 而且又是回访 有来有往的见面 您觉得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意味到 就是说看到这两岸的这个关系 是不是已经进入了 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个人看法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化的现象 因为双方在谈 我们设想今天如果是两家公司 你要谈判 不管你要谈什么 那么事先首先对方 互称对方都是要给予 正式的这个头衔 更何况是在一个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对谈 那所以呢 互相称呼对方的这个关系 因为对 不管你认不认可 但至少人家是经过 这个他内部的程序 说 聘任或者是选举 或者是怎么样 产生出来的这个职务 这是一个很 最基本的礼仪与尊重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么讲 在过去是不正常 现在才比较正常 所以因为两岸关系 经过这样子 一个官方的这样 来往的话 是进入一个 实质的一个阶段 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台北市的 严建发教授 这次呢 在这个访问期间 大家都非常关注到 不管是张志军跟新北市市长 朱立伦见面 或是跟民进党的陈局市长 高雄市长见面 等等 还有很多的场合 包括学者 民间 跟张志军讲话的时候 都是提到 就是说我们不接受 国台办发言人 范立清前阵所说的 台湾前途 由这个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共同决定 都跟他说要求大陆来尊重台湾人的 这个自己的想法 跟我们的社会制度等等 那么张志军他的回答呢 他也是非常值得玩味 他说我们知道台湾民众非常珍惜 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 生活方式 大陆也尊重台湾民众 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 价值观念 跟生活方式 您怎么样来看张志军 他这样的回应呢 是不是看得出来 大陆在对台的政策上 有点什么样 新的思维 或者更有弹性 等等 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片段 媒体片段的捕捉 那实际上张志军 从近来到最后离开中间 过程所有的讲话 你兜起来看 他并不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对他们来讲 统一还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因为大家知道 张志军 不过就是国台办主任 那在中国整个对台系统里面 他只是一个执行者 当然是最高执行者 但是上面还有这个领导班 所以他整个政策 很清楚是摆在那个地方 只是说他希望来这里 尽量低调 尽量用温和的方式来面对台湾 不想刺激 但实际上你说要完全尊重台湾 这是有限度的 所以我认为那只是一种 表面的客套化 实际上并没办法达到台湾人 所想要的被尊重的这个层次 那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里面 张志军跟王玉琪在会谈的时候 就谈到 王玉琪就跟他讲说 台湾人非常在意 这个北京的这个大陆的导弹 对准台湾 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的问题 如果这个大陆方面可以主动的 片面的来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撤击一些导弹等等之类的 那么像这样的讲话呢 其实是把台湾的这个民意 非常明白的表示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一个呼吁跟要求 在北京来讲 他们是不是会有困难能够做得到呢 就像刚刚您讲到 就中国大陆他整个的对台的政策 他有他一贯的这个主张跟立场 尹教授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 尤其大家知道 很多问题不是张志军能够决定的 这最后还是要习近平 那甚至也不是习近平一个人 是整个他的领导办 集体领导 当然习近平是最重要 但我相信这方面是目前是不可能 有太大的这个突破 尤其现在中国他自认为 他的他的这个实力越来越强 而台湾有很对中国的这个依赖 从经济还有社会的各方面 依赖越来越深 所以在他的评估里面 我说北京的评估里面 我认为他们大概不会在这方面 有所妥协 所以我认为那些只是一个客套化 只是一种迷雾 那这个地方有些东西不能信以为真 孙先生您要补充吗 我个人导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这点上面 因为基本上这个我们现在都整个都还是在 协商谈判的过程当中 如果过去的经验 不管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 或者是西方的经验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么讲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关键在于说是这个当中的操作技巧 谁愿意拿什么当作谈判筹码 然后来做什么样的 你希望去投注什么来换取什么 这个本来谈判就是一个有得有失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一个交换的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现在就是要看 最基本的 这点我认同这个张志军主任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大家互信还不够 你在没有欠缺互信的基础上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做 去赢得对方对你的信任 那这一点的话呢 我个人是认同的 这个互信的问题其实还是很大的 好我们下面先把这个 是我们先把这个时间交给博弈 博弈请你跟我们两位来宾来交流 好的谢谢婉传 那么首先我想先把现场 再带回到台北请教严建发教授 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一次 这个陆委会特别安排了一些学者 跟张志军参训 当然您也是这个座上嘉宾之一 那么当然很多人在这个看 这个获邀的名单当中 好像对于这个一些学者 他们的这个成分 就是说那么意识形态上 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意见 那么甚至说您是唯一的清律学者 不知道您是不是赞同外界这样的观察 那么同时您在这个跟张志军席间 彼此交换意见当中您觉得有什么可以特别值得提出来 来跟大家分享跟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是好那我简单讲一下 其实绿营的还有郭振亮教授 有两位是 那其实整个看来就是说这一次在台湾被邀的光谱是很长的 有这个所谓的比较深蓝的 主张大一统而且要快的 几统的 这个这个人数也不少 中间比较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派 中华民国派就是蓝银的浅蓝的 接下来就是绿银的两位 我觉得这样一个安排基本上它是让台湾内部有自己一个 一种一种自治 也就是因为内部台湾内部这个颜色就有一些纷争嘛 如果真正要达到沟通应该是个别来处理 比如说跟你可以跟深蓝的也可以跟浅蓝 那你也可以跟绿的个别来沟通 你才能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答案 因为在那种场合我们 尤其台湾学者我们自己有一个一把词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中国大陆来他还是对我们来是外 所以我们希望在那场合大家不要争斗起来 可是在那种场合不同的理念一旦碰撞以后 就一定会有这个 所以我们都非常的自治 讲话都尽量很委婉 但是坦白讲这样是没办法达到坦诚的沟通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的安排其实不是陆委会 是国台办他的安排陆委会只是配合而已 所以我从这地方看来就是说 他们基本上只是在演一出戏 他并不是真正要来处理这种两岸不同的 想来听一些意见 我认为只是一出戏 而且前面几乎都是让学者各自表述完 最后他才做个总结 所以基本上不是对话 不是一问一答这种的对话 所以我认为他只是对外讲 我跟学者接触了 那就是这样 最后他做总结 他有等于是讲话的主导权 最后他来下一个属于他自己认为想要的答案 所以我认为这个坦白讲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情境 但是像您刚刚所说的 就是他跟学者在沟通的时候 就是先让学者说完了一轮以后 最后他来做个结论 那么但是他这一次到了南部去 可以说是可以给他带来很大的震撼教育 那您觉得他是不是能够看到了一些 没有经过安排过的 具体呈现出来一些部分的台湾秘密 他能够接受到这些讯息 我相信他有接受到 坦白说我个人是平常是对这种暴力 我是很不以为然的 但是回头想 这次假如没有学生这些的动作 可能张志军还认为说台湾都这么软 因为你看国民党 国民党处理的很糟糕 你几乎是让他亲门踏户 来自于所谓倾听民意 他是谁 他怎么可以来倾听民意 他不是我们的官员 他来倾听民意 这基本上 这就也不是做客人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些代客之道 虽然过激的 可是这个是平衡你 不是一个你做客之道 没有进做客之道的一种平衡 所以我反而觉得 信号后面有学生这些动作 否则整个台湾就被看软了 看弱了 好的谢谢严靖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也想请教一下 这个孙远昭教授 正如有一些 刚刚这个严教授提到 也有一些媒体所评论到的 说这一次这个张志军来台呢 政府这个接待跟处理的规格 似乎好像是有一点把这个 有一点把自己感觉起来 并没有像那么对等的感觉 此外呢 在这个陆委会主委 王玉琪跟这个张志军 在讨论到这个政治议题的时候 大家好像也是各说各话 特别是在马席会的时候呢 当然这个王玉琪主委 也是稍微的提到了 一些我方的期望 但是这个张志军 仍然没有这个正面的回应 您认为这一次 是一种形式上大于实质的互访 还是说他确实还有达到一些目的 您的观察是如何呢 我想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 对于张志军主任来讲的话呢 他是一个所谓的政治发现之旅 他真正希望的是了解状况 从大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他也是这是维稳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尤其是在经过台湾 前一阵子的学运之后 大陆似乎感觉到有些地方 他有点失控 搞不太清楚到底今天情况是如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呢 基本的哲学是很简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所以最好直接去 还是要去了解到底的状况如何 然后希望能够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的管道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呢 那么至少我有了 手上有了大家的这个联络电话 将来一旦在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 一通手机电话就可以打到对方 马上可以大概了解是什么事情 那么在这个时代的话呢 应该可以很快的可以达成 而不再是在一个懵懵懂懂的状态 不晓得怎么样 就怕情况失控 所以呢我想这个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他今天主要的对象 就是希望能够跟这个 目前反对党相关的人士见面 反对党那边地方政府也好 等等都见面 那么个人 基本上有一点我认同严教授的看法 也就是说他今天在这个论述 他说他是想要去倾听民意 这个这个话其实是有问题的 他只要讲倾听大家的声音就好 不要表现得太像是这个 好像钦差大臣的这个这个架势 这样的话呢 的确会因为这个事情很敏感 所以在很多时候会在心理上 的确造成一些反应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湾方面的表现像不像是地方政府呢 有些地方也很像 就是说你很明很微妙的 像今天比方说这个高雄市 他希望能够获得什么 他并没有透过中央政府 在台北的那个中央政府 来转达这个讯息 然后他透过一个正常的一种 外交的谈判的方法说 我们已经透过中央政府 来已经表达过一个立场 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希望如何如何 而是直接的去向这个张志军人 开他要的这个清单 所以你就发现说 这个是很微妙的一个转变 所以在这里面呢 你就发现海峡两岸 本身各自有各自的地方 做得不甚如意 有些地方看起来 是的确有悬外之音 所以整体来讲 我想个人的观点就是认为说 今天大家都还在互相测试 这个从来没有测试过的水 没人知道它的深度有多少 也没人知道将来会怎么办 所以大家都在兢兢业业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完成 好的 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有很多听众很有兴趣 已经在线上等候很久了 那么两岸的听众观众呢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 美国之一免费热线电话 来跟我们发表您的看法 或者跟来宾提问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您拨400-120-0551 台湾的听众请您拨00-801-148-940 好 我们现在先来接台北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请讲 好 大家好 首先这次 中国政权根本就是 绕过马政府 就打压着上架 直接来搞得马政府有点尴尬 很多行政 据说都是他们 自己透过他们的经营的系统 安排的 好 那至于说这个事情 像那个他在习近平跟宋楚瑜后 在会见的时候 其实就反映了中共政权的思维 就是从太阳化协议以来的体认 就是可以怎么要加强两岸青少年的交流了 从此可见以后 他们对台湾青少年的统战 恐怕是会力度会加强 那就请问两位来宾 那个因目前的状况下的发展 那个马习惠到底开不开得成 马已经摆得很清楚 已经凑过好几次台湾媒体专访 等于说求爱过好几次 简直是令人不能足堵 那我们国内的民主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说是不要妄想不可能 也有人认为说 还是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性 好的 好 谢谢台北陈先生 好 我们听到你的问题 好 我们下面来接彰化的姚先生 姚先生请讲 姚先生 他们的政策 讲说一国两制 我觉得刚好颠倒过来 两岸要一致 那就是民主制度 民主的核心价值 就是互相包容 你有不同的意见 我尊重你 上次军今天在包容 什么破漆 这是什么代客制造 问题是 看而在反省说 为什么这些人要对他 这样子代他吗 好 对 我们 今天每个人会在对着我们 然后你就说 台湾的全土要有全中国人来做 他们有在尊重我们吗 还有就是说 好的 我们听到你了 好 谢谢姚先生 我们下面来接新北的黄先生 新北市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 来宾好 请说 这个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湾一趟啊 实在是很不容易啊 那我们的代客之道 希望是以客为尊啊 就怕这个招待不周啊 我们希望张志军主任能多看多听 多参访多深入了解 两岸的气氛能和谐能融洽 增进两岸和平的方向 可惜啊 他这个参访的行程 沿路都有一些激进暴冲蠢动的义分子 在制造不文明不礼貌的举动啊 让人趁信而来败信而归啊 破坏两岸能文明解决差异的机会啊 好 谢谢 两岸和平来之不易啊 好 谢谢新北大黄先生 我们下面来接一下宁夏的高先生 高先生请讲 我觉得大陆和台湾文化语言完全相同 有什么问题啊 完全可以商量解决 似乎不需要用白色的油漆啊 去攻击人家的汽车啦 攻击人家的随从和保安啦 这样子不太好啊 有尽地主之宜 天下本无事啊 庸人自扰之 我真的不认为台湾和大陆会打起架来 即便台湾宣布独立 也大概只会有经济上的矛盾和冲突 不会有什么飞弹打过去的 不会打起架来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高先生 下面我们来接湖南的陈先生 陈先生请讲湖南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在我们线上 在吗 好 我们下面接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 你好 我想那个 我支持张志军访台 因为什么 因为他要了解真正的台湾民意 我们大陆人都从中国媒体上看到邱毅 说台湾很乱 台湾绝大多数人都打着红极 欢迎尽快跟大陆统一 是吧 张志军都不相信他的鬼话 因为什么 因为亲自要看一看 是吧 还有有些大陆媒体还称赞修议代表台湾红色正能量 是吧 我们希望张志军多了解一下台湾的真实民意 才能够制定政策的两岸政策 谢谢 好 谢谢您 好 下面我们来接湖南的庄先生 其实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国人 那个台湾的海陆空三间也都是中国人 是吧 那个水滚 水滚 中共滚还是国民党滚 这个都不重要 其实主要是问一下 像我也没有到过台湾 也不知道台湾情况 问一下台湾有多少地皮租给外国人 还有多少地皮卖给外国人 是吧 像大陆中共滚 是没有一寸土地是老百姓的 我是这样的 好 谢谢庄先生 那我们再来接两通电话 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讨论了 希望大家简短 黑龙江的副先生请您讲 你好 请说 台湾人经常吹嘘 台湾人经常吹嘘民风存谱 社会文明好客 政治民主 台湾民风存谱的话会破游戏吗 社会文明好客会撒零钱吗 政治民主你们议会少数服从多数吗 还有河北张先生 你这个资讯太狭隘了 看东西太少了 你可以看看台湾那个电视节目 三立也可以看看TVBS 东西都可以看到 你的心情细练太窄了 各种方求一个更有观点 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您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来接广东的杨先生 杨先生您好 请讲 好 那么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待会下半段的节目也是很精彩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打电话 先来发表意见 那么刚回到我们这么多的听众的电话 首先有一个听众就抛出个问题 说这个马席会到底可不可以能成 因为好像台湾方面 已经表示了很多遍 这个听众都说 他都听了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孙允昭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马席会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任何事情 我们讲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在这里面 时间允不允许 今年台湾选举大概不成 所以唯一可能的窗口是明年 那么或者到后年 如果这个也跟国民党内部的 这个选举政治情况 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版图的变化 会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他是不是要用这个来 作为一个杠杆一个支撑 而大陆方面明后年情况会如何 所以这里面有太多的变数 这是一个天时地利 这里面就涉及到 到底要在就算要开会 在哪里建 到大陆不可能 到台湾不可能 到国际场合更不可能 所以现在就要找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第三地 一定是在第三地 那么哪个第三地愿意做这个事情 而又不会是在一个所谓的国际舞台上 形成一个事实上 某一方承认对于另外一方 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 或者一个政府的问题 所以这是地利 人和 那么这里面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似乎正在凝造 这样的一个气氛 希望能够在一个足够的互信的基础上面 有足够的人和 至少如果今天不管谁到哪边去 大概不会被破油漆 讲到破油漆 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严建发教授刚刚您在谈话里面 你讲说幸好还有这个破油漆 就是反抗议的声浪 让这个台湾这个声音 可以传达出多样化来 那么张志军其实他还是蛮风度的 因为他 人家问他说 你对这些抗议事件 是不是觉得怎么样 他说他了解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 但是我们刚刚从那么多的听众 跟观众的电话打来 他们对于这个破油漆 什么这种行为 都觉得很不以为然 认为就是说 这不是代科之道 同时也看起来 好像不是太民主的这个手法 当然了抗议跟这个 这个示威是台湾的家常便饭 大家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 但是呢也是有一个 一个一个规则可循 那么您对于这些观众们的反应 您有什么看法 您是不是要回应一下 是当然我们就个人来讲 张志军这是一个千千君子 是一个素养非常好的人 但今天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他是一个组织的问题 是整个中国对台政策的问题 我刚提到嘛 如果说你今天是 你做客人 如果都是主人帮你安排去哪里 你讲什么话 我说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 今天是他的安排 都是透过他自己系统去安排 到后来陆委会只是配合而已 对台湾来讲 这是非常不尊重的 什么叫主权 主权这个就像所有权一样 你今天做客人 要做客人的一个分寸 所以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 都钦差大人的这种态势来 当然一定会引起反感 可是你看到台湾整个社会 不管执政党在野党 基本上接触的部分 大家都是都是有一套 对他非常理喻的这个做法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另外必须要有一些人提出一些抗议 所以并不是全整个台湾在对待他都没有完全 都没有一种高规格接待 不是不是 而正是因为他这个做客人 没有接到做客人的这个样子 我指的是他整个中共共产党的这个作为 让台湾有一些人开始会反感 所以我讲的并不是说我们赞成这东西 而是说这两个是互动的 如果你今天来这里都经过我们的这个主人这个安排 我再发生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要自己要检讨 但情况并不是如此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介绍 好下面博弈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请你跟我们来宾继续进行 好那我想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 首先也就是说 刚刚两位都或者是颜教授已经提到了 就是不管是张志军这次来台也好 或者是马锡会也好 总是好像大陆方面展现出比较强的这种支配性 或者是好像这个在马锡会来讲 好像是台湾希望非常希望跟大陆方面来见面 大陆方面总是觉得这个 总是这个运营环具的样子 好像觉得是主动权能动性在大陆的手上 那您觉得就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是不是台湾其实不管是在对于马锡会的这种发牌权也好 或者是对于张志军来台的这种安排也好 其实台湾的政府 就是马政府本身把自己压得比较低 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说有关于主权的问题 我跟尊严的方面 这是不能妥协的 今天中国这边来 他每次谈说 中国对台湾让利 一直在讲让利 什么叫让利 今天台湾整个的发展的问题 都是被你困住了 政治外交军事都是被因为你的关系 而今天台湾才发展成这样 今天台湾假如是一个像新加坡一样 这样一个没有受到外面这个约束的 今天台湾的表现绝对不是这样而已 台湾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外汇存体还是世界第四 所以很多人会把这问题归于你 北京给我的限制 你给我一个紧箍咒 你给我限制很多 然后现在再给我一点小小的这个糖 那你就要来我配合你 我认为说 所谓的互信不足是在于 你的根源是在于北京 设定这些不友善的游戏规则 所以你表面上这么样的谦和要倾听 可是大家洞悉你背后的想法并不是如此 最后的意图 或者说你最后的谋略 大家很清楚 所以就会有一些学生 他认为说他必须要来点心你 给你提一个醒 让你知道 大家并不是都是完全无知的状态 有些人表示一种客套 那是一种一种素养 但不意味着我们就接受你这种 亲门踏户的做法 是好的 谢谢林建发教授 我回到华府 你也请教孙远昭教授 就是这一次这个国台办 就是好像是主导了整个 这个张志军的行程 那么也会让他未必能够看到 真正台湾的一些多元的声音 此外就是像刚刚我请教 严教授的也就是如果这个 好像马习惠 马总统已经借了很多的媒体专访 不断的释出这个讯息 但是好像大陆那边 像张正军这次来 他也没有提出一个很 很具体的这个说法 那您觉得这样是不是还是不如不见 或者会比较好一点的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针对这个马习惠 刚才我们提到天时地利人和的 几个客观因素要具备 但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要见你要谈什么 主帅出征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 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十足的把握 你能够达到这个政治目标的话 主帅是不能亲征的 任何一方都是这样 所以今天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议题的前提之下 马习惠大概是不至于会发生 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 今天我想我们看海峡两岸的这个互动 我们在台湾的人民 他基本上他都从他的角度去看世界 大陆也是亦然 所以这常常就产生许多的问题 就像今天这个台湾认为 他很多地方他受到了这个束缚 他刚才严教授提到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常常在台湾地区听到这样的说法 可是你会看到 在大陆他也觉得他让利太多 那这就非常有趣 他也觉得他被台湾牵着鼻子跑 事实上在大陆的观点 他会认为说 从这个当年这个第一次的这个 孤汪会谈或者汪姑会谈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在谈判桌上 所有的议题主导是在台湾 不是在大陆 大陆也许在外面上看起来比较大 但事实上他很多地方是受制于台湾 因为他要想跟台湾谈 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谈 他只知道说我要一国两制 然后只要你同意在这个九二共事的框架之下 其他一切好谈 至于要如何谈 他真的不太清楚 所以整个在过去十几年当中的主导权 其实议会的议事的主导权 是在台湾的谈判的代表手里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从这个工作层级来讲 你会发现说台湾这边的这个工作人员 已经慢慢的晓得怎么样去以小至大 怎么样来牵制一头大象 你可以这么讲 而大陆方面的人员 到现在开始慢慢的也比较细致 越细腻 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台湾 这样一个不同的声音等等 所以大家还是在一个 不断互动的状态当中 但是所谓的这个不具备互信的基础 是相互的 两位来宾完成 好 我们还有听众要对这个话题发表意见 我们接电话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发表很精简 以便我们把时间可以留给下面一个话题 更深入探讨 我们先来接四川的周先生 周先生请讲 好 那我们到了台北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在线上了 今天张初晋先生来台湾是敲策门找策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就是在学印也好 民印也好 他们就是对国民联统的情况 找不到那个情绪的出口 那现在张初晋来 既然也不想说要去见他们 就跟那个国民联统在这去拜会国民联统 你说 这是 这是 谁是 他心里会怎么想 所以说 现在刚好找到 看到他们的情绪的出口 你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是不好的 好 谢谢您 还有我要告诉你 好 我们下面 因为时间太有限了 我们来接 下面两位台北的听众 请您简短 台北的王先生 请讲 现在国民党选情很低迷 所以他有可能撤一些飞弹 来帮助国民党选举 反正这种陆基飞弹 现在重要性比较低 主要都是海空的飞弹 所以他没有什么损失 可以帮国民党选情 那两人要会面 可以 两人要会面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把辽宁号开来海峡东线 然后这边人上去 可以 人是可以比照 立法委员的人数的比例 上去跟他们谈 好 谢谢您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还没有听过 好 我们来听台北的肖先生 喂 请说 喂你好 这个应该是 徐静 新冠上任三把火 里面第一把火 那他这个现在派来是表面意义大过十字 第一个官方上来了 那然后再来是官方复赐办事出之前 那马 马习会很可能在第三地 这个香港这个非政治的场所里面会面 这个是一步步来的 所以说 有表面然后到实质是一贯性的 谢谢 好 谢谢您 我们感谢这么多听众的电话 大家发表的看法 还有些建议 那么您现在收听的是 美国之音跟台湾中网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有我赵婉成在华盛顿 跟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 为您共同主持 今晚演播室现场的来宾 是亚太法学研究院的执行长孙远昭先生 还有在台北的践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教授 颜建发博士 那么我们现在时间要来到了9点40分了 我们要继续请两位现场来宾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今天我们的海峡论坛的下半场话题 为期时间的香港和平战中全民公投 激发出港人无比的投票热情 这次针对2017年香港特首真普选的公投 反映出港人强烈的民意 但是这场公投却被北京指责是 非法无效 政治闹剧 霸道行径 香港公投前 主办单位的电脑系统 遭到世界级黑客强力攻击 公投期间 网络上有关公投 香港选票等字眼的微博贴文也被删除 另外呢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 接连发表措辞强硬的评论 说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 也没有13亿人多 还有社论警告香港反对派 不要以为有一些支持者 就有了同中央搞实力对抗的资本 环球时报在另外一篇文章中 把和平占中公投跟港独 外部势力这种敏感的词都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这些爆炸性的言论 让港人感到更加的愤怒 连一项对两岸敏感话题 避而不达的香港特首梁振英 都站出来表示反对了 港人投票激情到底说明了什么 为什么中国官媒要给不断激化的 中港矛盾雪上加霜呢 这样的冲突矛盾能化解吗 怎么化解 这些话题非常的大 我们想首先请到亚太法学院研究院的执行长 孙远兆先生 孙先生您看 这个公投票 现在估计至少超过了70万票 当初主办单位估计大概就是10万票 这是大大超出的预期 那么这个现象到底 说明港人他在乎的是什么 香港人基本上就认为说你他这个很简单 他说你少管我家务事 那虽然我说我们是你大家族的议员 但是呢如果用传统的观念讲 你是大房的我是二房的 你大房的你管大 管好大房的事就好 我们可以一致对外 但你不要来老管我二房的家务事 大概是这么个简单的术语 未必完全正确 但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试图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 尤其他们最担心的我们想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诉求就是 这次占中运动就是 下一次有关特首选举的时候 请你先不要做这个候选人的筛选 要强调 尤其是这个白皮书的出现 所谓香港白皮书 那么绝对是对整个事情的谎和没有注意 那么所谓的这个 要找爱国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这个事情本身意涵了太多的政治意涵 所以呢这个只是产生了火上浇油的味道 那么我想我个人的看法 今天中国大陆在对应香港的问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大欺小 而是说就像在对应台湾的问题是一样的 你现在要去听听 去多了解 去试图了解这一个多元社会里面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千万不要说就这样 我大边一挥 大鼻一血 就这样做了 那么你必然会激起民怨 这样的话呢是于事无补 我想要问一下严介发教授 严介发教授 我们知道刚刚在开场白里面 也讲到公投前 主办单位的这个电子投票系统 遭到这个超强的黑客攻击 公投期间还有大陆这个网络管理员 大批的这个删除一些有关选举字眼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举措 非常的严厉 为什么中国大陆 北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来对付这个非民间正式公投 他们介意的是什么 他们到底怕的是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港中的这种整合 就用医学上来看 这是一种互刺性 就是说器官移植 过程这个不顺 因为血型不一样 香港是经过了这个 英国的这个殖民统治 受到这个西化 民主法治 自由这些的这个影响 那移植进去 现在目前出现了一个不适应 再加上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蝗虫论 就是中国太多人 太多的游客 或者太多的移民进去 让香港开始感觉到一种 生存的这种危机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很希望说 能够选出自己的一个领导人 自己的名义代表 那这样的话来来保持 他们自己的自主性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基本法都本来就保障 他们在2017年 能够逐步的来实现这样一个梦想 那这时候北京再用任何理由去 拖延啊或去谩骂 当然就会引起这样一个反感 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香港的人会有这个压力 主要就是在面临这样一个 一个生存的这个危机 这个边际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2017年 看到这样一个普选 他们会认为说那可能过去 所在基本法所感到的这个承诺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反弹 那严教授您看像香港的 有70多万人来这个投票 虽然这个投票是非正式的 到底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意吗 那以中国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您觉得中国大陆面对这样强大的民意 他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尽量 来做一点回应呢 或是他们可以完全毫不在乎呢 我觉得相当困难 因为我觉得中国自己都还没有准备好 中国在经济上过去这二十几年来 我们看它是确实是很大幅度的这样一个改变 也就是说经济上右 政治上左 那过去他们认为说这样可以来解决问题 政治上左 经济上右可以处理 现在发现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我认为说现在北京是站在这个十字路口 因为北京自己内部其实这种民主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我们看到这些目前在海外的这些民主运动人士 对于北京的批评甚至都比我们还严格还强烈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中国它内部去对民主需求 其实是相当的强 但这都是被压下来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北京进退两难 因为北京如果一旦开了这个口 那它可能又别的地方也要开 所以它无法来承受 所以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压一压 而且我现在压过头出现反弹 所以我想目前它也内部 我相信目前也是有点左右为难 认为所以这为什么说 它现在对很多的处理 包括像我们前节目所提的 在台湾来台湾为什么这么低调 为什么这么样的一个缓和 基本上就是也就刚刚孙主任讲的 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维稳的概念 也就是说它现在四处问题 包括外交方面 也会受到很多的挫折 所以它现在无法处理 它就尽量把事情稳定下来 可是前面所讲的 一国两制的白皮书出来 那只是火上添油 这可能是他们原来 也没有预期到的事情 好 谢谢严教授 博音下面请你跟我们两位来宾来交流 好的 谢谢婉成 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一下孙远昭博士 就是刚刚两位都提到 一国两制白皮书 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 可以说是激起香港极大的名分 就我的了解就是说 一国两制白皮书 香港人很愤怒的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在这个白皮书里面 中共提到就是说 中共对于香港有完全的管制权 同时基本法不能够预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但是香港的人或者是法界都认为说 这个就违背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当初说 香港除了国防外交之外 可以就等于这个基本法 就等于是香港运作的小宪法一样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刚刚孙博士也提到 就是港人要这个爱国人士来 爱港人士来治港 那么其中把司法人员 甚至法官都包括进去 他们认为就严重的侵犯了 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 那不知道这个孙教授 您是研究这个法律 您怎么看 这是不是就是两个这种法律观念的冲突性呢 这里面就充分凸显出来 这个刚才我完全认同严教授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器官移植产生了一个对峙性 这个当中的双方的确有一些同床异梦的味道 表面上都有都认同有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另外有一个香港基本法 但是呢 这个之间的对应的关系 那么大家就认为就是 本来香港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去碰它 大家就在 你什么事情你谈基本法就好 不要去用宪法来压基本法 但是呢 站在大陆的立场 就是说我宪法当然是高于一切 你基本法只是我人大通过的一部法律而已 我要改就改 那么你要用这样的一个架势跟态度出来的话呢 就不好看了 那么归根结底 我想就是说 从我们自己学法律 一个法律人的角色 就是我们常常也是劝学生们 就是说你们今天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法律给搬出来 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之道 这个只会引发更激烈的后果 法律是最要命 最不妥善的是在最后的一个途径 没有任何其他办法都用尽了 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 你才用法律去解决问题 法律最好的方案是预防 是打了预防针 以后就最好再也不需要碰到它 而今天呢 我们看到似乎整个情况 态势有点失控 刚好适得其反 所以就要把法律给搬出来 作为想要解决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 这是很遗憾的一个现象 好的 谢谢孙云昭博士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 就是这个中港冲突 这个由来就是 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那大陆为什么没有想要说 逐步的去理解港人的心声 像这一次张志军 他至少也好 也是像这次倾听民意嘛 那现在这台湾还不是 这个完全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香港是 那他为什么没有想要就是 至少你也做个倾听民意的样子 那因为香港无论怎么样 都是对于台湾的这个样板嘛 反而说 现在是用更高压的手段 寄出一套两套三套各种的方式 想要去打压香港的民意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这个说来话上 这很多分析角度 但从比较心理层面来看 就是中国这个政权 其实它的心理变化也很大 过去在二三十年前 它是比较卑微的 虽然它政治很强 但经济很弱 但是从过去这尤其十几年来 尤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它整个经济不断的腾飞 2006年它是这个外汇存起世界第一 2010年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它现在到后来就会有点膨胀 包括它现在在旅客在海外 都是最抢手的 因为多金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它会把香港看得很小 甚至我从很多大陆学者的口中 也觉得说香港是个负担 变胀的负担 所以香港过去这时候 东方之珠 这个珠现在已经退色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香港想要要求什么 它会觉得说你不应该那么多 更何况香港还背后一个原罪 就是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 所以他们常会觉得说这背后是不是有外国势力介入 或者他们觉得说香港人好像是半洋半中 他们有时候不一定很瞧得起 一方面会觉得他们好像很不一样 但一方面又瞧不起 再加上语言上也比较不一样 广东话跟这个普通话差很大 所以这好多很复杂的因素 下来他们总觉得香港现在已经进来了 你吵什么吵 它跟台湾是不一样 台湾竟然还有海峡我们还有军队 我们还有一定的外交空间 那是不一样 它的对待会还是比较有区别的 是好的 谢谢两位来听的分析完成 好的 我们现在还有几位听众 我们首先来听到有一位香港的听众 跟观众打电话进来 很高兴我们可以听听香港民众怎么想 高先生你好 请说欢迎你 你好 你好你好 喂 请说高先生您对这次的公投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跟感想 香港对这个公投民意从上次投票已经看到了 7月1号会举行一个很大的游行 那么对中国这个白皮书实际上惹 也就中国的白皮书惹出来的 中国政府 那么中国政府把香港当成一个儿子 中国政府它本来就是像一个 像一个这个 像一个土豪 一个老板的土豪 没老板 房地产老板就是一个土豪 那么把香港当成儿子 那儿子呢是真正的民主 要的是民主 那么中国呢 好的 谢谢 高先生我们听到了您的想法 好很高兴有香港的听众打电话进来直接表达 我们下面再接一通 然后我们其他的听众都对不起了 我们来接湖南的高先生 请讲 高先生您在线上 是的 请说 我认为中国啊 应该 所以现在共产党啊 它没有民主 所以说中国搞得很乱 这是一个 台湾 你说这个台湾两岸啊 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有一党制度 要特定民主化 好 谢谢您 好 湖南高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的这个意见 我们听到了啊 还有好多听众在线上 我们接不成了 因为今天电话线很多 同时我们讨论话题也非常有意义啊 那么我们的线时间只剩下很简短了 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啊 各自做一分钟的总结 我们先请孙远昭先生 是 我想今天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一个是张志军主任访台 一个是这个香港这个准备期要大游行 还有公投 好像是两件不是全然相关的事情 但是却 激触 触动到了这个北京非常敏感的一根神经 所以基本上 他也是 他彰显的就是说 未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个多元 层次多元文化的一个做法 我想我们基本上 这次访问张主任的访问可以说是 建立了一个常态的沟通机制 然后呢他建立一个多层次的交流的管道 那么尤其是与这个反对党的沟通 另外一方面呢 也对于台湾的反对党民进党 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要怎么样去拿捏 在阳光下来行使他的大陆政策 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 大家要重新在这个政治版图上面 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大家都离开了他的舒适空间 进入到一个从来未知的领域 好 谢谢孙教授 我们再来请台湾的严建发教授做结论 是 当然我们从历史观点来看 我们还是要对于这样一个发展 稍微做一个正面期待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 其实两个社会的往来 最重要就是人民的这个看法 那人民的看法 人民其实是很务实的 他看到跟你交往 主要看是机会跟威胁嘛 那如果说跟你交往威胁多 那他当然就尽量避开 如果机会大 那当然他愿意跟你交往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朴实的这个论点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北京应该去想一想 就是说 为什么你很希望跟台湾或香港拉在一块 可是别人一直防着你 这个绝对是你这边的问题 因为你大 你又希望 可是你做不到 做不到 岂有不得就反求租极 所以我觉得北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去做一个政策的调整反省 这样才有助于整个两岸 或两岸三地的这个稳定发展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 也谢谢听众 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 今天电话很多 如果还没有这个接通到您的电话的话 请您每个星期都关注我们海峡论坛 特别是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 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在这也就要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昭先生 还有践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教授 颜建发博士 还有中网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非常感谢各位 好 我们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提起您来宾跟听众观众 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浏览更多我们的 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 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 曾经讨论过的话题 我们的网址是VUAChinese.com 南中国海争端不断升级 国际功法能否化解岛屿争议 历史记录能否作为主权依据 激烈交锋是否会导致小颠四席 敬请收看美国之音电视系列篇 南中国海终端 好 现在要预告我们明天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星期一六月三十号 时事大家谈要谈两个话题 一个是中纪委六月打虎 打老虎创记录 中共反腐迎来兴奋点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中共反击西方渗透 都是反发势力在捣乱吗 另外呢 在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 要谈的是陈光标示的慈善 是这个与人为善的为善呢 还是虚伪的这个伪善呢 这些话题呢 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 也请您锁定 持续收看VUA卫视 每个星期天晚上 九点到十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赵婉成 请代表美国之音 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 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